其實我都很認同張蘇鴻星所說的 這些budget 這麼多年來 我們似乎都好像沒有什麼突破 其實政府是很怕突破 為什麼這麼怕突破呢 因為我所聽到他們自己說出來 他們就是對於一次過拿些錢出來 他們就不夠交易 他們說是一次過 長遠對於財政的影響不太大 他喜歡的話 認為沒有需要的話 他可以雜轉 但是一些長遠性的措施 如果真的推行的話 是一些長遠的負擔或者承擔 在那方面他是非常之謹慎 甚至乎不敢輕舉網 謹慎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你打理廣大市民的財政 是很需要謹慎的 而且有一定的延續性 所謂的continuity 或者可預測性是好的 因為你不要失敬無神 令市場有些很特別的意望 在這一點 我也覺得他是做到的 市場呢 通常都不會因為這個budget的出現 而有什麼震盪 就是不會這樣 在這方面呢 都是正面的 剛才張宗雄提到 他比有錢人多過弱勢社權 這個說法呢 我也想補充一點 因為實際上 有很多是中產階級 他長期都說 我們有好東西拿不到 所以他 譬如他在減燃差響方面 對中產階級 他是有一層樓的 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幫助 他都是希望中產階級 受到一些委 而在這方面 他也都是 我也覺得他做得對 他就cap了那個 那個行 就是多少錢 如果你家屋是很大 家屋很多 你收到那個減免 其實相對你 要支付的 就是拒拒指數很小 但如果對於 那層樓不是很值錢的 他可能全部減少 都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又不見得到 那樣東西 是十分之類推性 我覺得那裡 都是 他也是有想過 我不想說太過益 那些最有錢的人 但是 我針對兩件事 我是想說的 第一件事就是 貧富懸殊 第二件事就是 針對那個 所謂大市場 小政府 就是這兩件事 很多說的 而貧富懸殊 這個問題 其實 是跟那個 所謂大市場 這個制度 有關的 因為在一個 尤其是全球化之下 那個市場 那個機制 很自然 令到 有貧富懸殊 會出現 我不是說 全球化 一定是會 加深貧富懸殊 如果你是說 國與國之間的 貧富懸殊 那似乎 可能是減低的 譬如 很多的 譬如 中國 發展中國家 在短短 幾十年 追上去 就 就算 印度 現在都會慢慢追上來 所以 國與國之間的差距 好像是拉近的 但是 其實 你看看 每一個國家 外部 那個貧富懸殊 所有都加劇了 為什麼 這樣的情況 其實 都是 跟那個 供求關係 或者這個 市場的機制是相關的 因為 在供求的 作用之下 如果 那個 需求越大 你 只要 自己 手上 握著 一些 有條件的因素 你就可以 面對一個 差不多 全球性對你 那樣東西 的一個追求 這樣 令到你 可以 水災上高 可以收益 很大 很大 譬如你說 一些 或者 足球明星也好 或者是什麼 它是一些頂級的人才 全球 都是個市場 它有什麼辦法 它收入不是很厲害 那收入的勁法 是無法想像的 例如說 我拿著一幅畫 那幅畫 那幅畫 全球性都要追 那幅畫 你說全球性都要追 那幅畫 這個收藏品 它的價格是否 很厲害 很厲害 以前沒有全球性 每一幅畫 每一幅畫 你拿著那幅畫 是有些人追求的 但都是 在內部 或者是一個 比較小的市場 追求 那你的收入 不會很厲害 所以 不論你是 明模也好 明運動家也好 或者是一些 真是有名 或者是 對於全球都是 可能的市場 你收入會很厲害 譬如你佔了一個舖位 有人說舖位 就是舖位 就是這個現象 因為你有一個舖位 你現在全球 一些很知名的商家 它都會 侯著那個地 因為 對他來說 那是一個蠟燭點 就算那個地方 給他的生意 不夠也好 他也是有一個 叫做 publicity 一個宣傳的作用 那個舖位都可以很厲害 有人跟我說 為什麼舖位 很厲害 沒有可能做那麼多生意 但他就是佔那個地方 讓全世界人看到 我在那裏 有個位置 在那裏 有個宣傳作用 在那裏 所以 就是 有些人 拿著那些東西 他的收入 是高到你不相信 因為全球都去追求 但另外一些人 因為全球化的關係 搶難使 搶難使 因為我 我 我是做這件事 更便宜的人 都有在那裏 想做同樣的事情 他就算在 印度 好 在東歐 好 南美都好 他都可以跟你爭 因為現在科技的關係 他是可以透過 聯網 或者種種的關係 他可以 外判出去 他都可以做 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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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